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别追逐中国的FOMO反弹 最近中国股市的变化让许多投资者眼花缭乱 从低股迅速攀升至全球最佳表现市场 这究竟是因为北京的刺激措施 还是纯粹的错过恐惧呢 在过去的几周内 中国股市因为政府的刺激信号而上涨了约20% 然而面对这样的增长 投资者必须小心行事 尽管最近出现近10%的回调 MSCI中国指数仍然表现突出 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然而这种热潮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确定性 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市场的回难虽然令人振奋 但却并未能完全消除过去几年所积累的问题 特别是在住房市场和科技行业的监管之下 尽管有刺激措施的承诺 但具体的政策细节仍待国会的审批 且即使推出 效果也未必立竿见影 在如此变幻莫测的市场中 投资者是否能够把握机会 还是会被一时的热潮所冲昏头脑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舞台上 中国股市的表现最近如同坐上了火箭 迅速从低谷一跃而至高点 这一变化令全球投资者措手不及 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波涨势主要受益于中国政府寄出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 以及投资者害怕错过良机的心理 然而 投资者在追逐这波涨势时应该保持谨慎 尽管近期市场有约10%的回调 自北京宣布即将推出刺激措施以来 MSCI中国指数在短短三周内仍上涨了约20% 这让许多先前血减中国股票持仓的投资者大感意外 过去几年 中国市场因房地产市场崩溃 即科技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大而受到重创 全球共同基金在截至8月底时的中国持仓比例低于基准约3.1个百分点 随着市场迅速走高 这些基金不得不加快补仓 以免表现逊于大盘 进一步推高了股市成交量 即便经历了近期的反弹 MSCI中国指数仍仅达到2021年峰值的一半左右 中国市场的热度甚至吸引了美国个别投资者超越对本国市场的关注 据ETF.com的数据显示 上周资金流入最多的十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中 有四支是中国基金 这样的情况甚少见 国内投资者也纷纷入市 据中国国家电视台报道 在最近的七天国庆假期中 开设经济账户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股市的估值的确具有吸引力 衡量在香港上市中国股票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在9月初的预期市盈率仅为8倍 目前升至9.7倍 仍低于10年平均值的11.3倍 相比之下 美国基准标普500指数的预期市盈率已接近24倍 刚刚创下新高 北京正在着手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问题 政府表示 有充足的空间扩大财政赤字 并计划采取最为大胆的措施 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些地方政府因房地产市场低迷而收入减少 无法对经济提供支持 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分担部分债务负担 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能得到缓解 他们将有更多的空间来处理数百万套位售出的公寓问题 北京在5月份表示 将允许地方政府购买这些房屋作为连租房 但由于财政状况恶劣 这一政策尚未大规模实施 然而刺激计划的具体规模仍难以确定 这也是市场最近回落的原因之一 投资者可能已经过于乐观 这么大的预算改变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其常务委员会将于本月底召开 到时才会宣布具体数字 即使届时包裹出炉 也可能让投资者失望 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以激发需求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实现 与此同时 提供大规模的直接刺激 以促进消费似乎不太可能 因为北京长期以来偏爱供应测措施 即使地方政府购买位售出公寓的计划得以实施 住房库存的消化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更不用说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何种产业能够取代房地产市场成为经济增长引擎 尽管此次对中国股票的期望 比过去数年的昙花一现有所增高 但复苏的道路可能仍需循序渐进 投资者应在这场股市狂欢中保持谨慎 不要被短期的涨势迷惑 毕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 而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需要稳健的基础与合理的政策支持 在这个全球化的投资时代 理智而非情绪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在面对变换莫测的市场时 谨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看看中国股市突然成为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市场 这不就像从地下室直奔总统套房吗 我觉得这表明了北京对经济的复苏 有了更大胆的步伐 就好像之前的熊市 不过是一场长达数月的冬眠 现在他们醒来了 嗖嗖的就往上爬 这就是一个大好的买入信号 楚天书 你是不是也被FOMO迷惑了 先冷静一下 虽然中国股市上涨了 但这可能只是短暂的疯狂 你还记得荷兰郁金香狂热吗 价格飞涨 然后突然崩盘 这就是FOMO的经典案例 投资应该小心未上 别被表面上的快速增长迷惑 谢琪琪 说到荷兰郁金香 那可是三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可是生活在一个 充满数据和分析的时代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的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经济问题 比如扩大财政赤字 和解决当地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可不仅仅是投资者的幻觉 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举措支持的 楚天书 您也得想想这些举措需要时间来发酵 中国的立法程序可不是说变就变 这还得等到全国人大开会批准预算变动 而且 政府的刺激计划可能还不如市场预期 这就像期待一场盛宴 结果上来的只是几盘小菜 当然啦 你可以赌一把 但赌注可不小 谢齐齐我承认这是一场长跑 不是一场白米冲刺 无论如何市场已经反映了对政策改变的信心 毕竟股市是经济的预测者 而不是追随者 尽管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这正是投资的魅力所在 正如索罗斯所说 市场会在不确定中寻找机会 楚天书 投资的确是关于机会 但不应该是盲目跟风 中国市场的热度可能让人兴奋 但别忘了 过去几年里的政策波动和外部挑战依然存在 不过 我祝你好运 希望你能从中把握到真正的机遇 而不是梦想中的泡沫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展现了当前中国股市的不同看法 两位辩手都以鲜明的观点和理论 支持自己的立场 在这次辩论中 我们看到楚天书对中国股市的乐观预期 认为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回暖 是一个黄金买入的信号 而谢奇奇则谨慎地提醒大家 当前的上涨可能只是短暂的表现 并提出以往的投资教训来警示投资者 楚天书的发言充满自信 将经济的复苏与政府的努力相结合 强调是产信心的回升 他利用比喻将股市的变化形象化 使得听众容易理解他所想表达的概念 然而 他的观点过于乐观 忽视了市场波动性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投资市场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政府政策 还包括国际形势 资本流动和投资者情绪等多重因素 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谢奇奇的反驳则显得更加理性和谨慎 他运用历史案例来说明 FORNO 害怕错过的危险 并提醒投资者在追求利益时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他提到的荷兰玉金箱狂热 恰好揭示了盲目追涨的风险 并且指出中国的经济政策需要时间来验证 这无疑是对楚天书观点的有利质疑 谢奇奇的态度不仅是对楚天书的反驳 更是一众对于投资理性的坚持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揭示了市场的两个侧面 一方面是对于政策利好和市场回暖的期待 另一方面是对于市场过热的警惕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中乐观与谨慎之间的微妙平衡 最终 我认为投资者在面对当前行事实 应该既要拥有对未来的信心 也要保持警惕 避免盲目跟风 以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 找到真正的机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看看中国股市突然成为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市场 这不就像从地下室直奔总统套房吗 我觉得这表明了北京对经济的复苏 有了更大胆的步伐 就好像之前的熊市 不过是一场长达数月的冬眠 现在他们醒来了 嗖嗖地就往上爬 这就是一个大好的买入信号 楚天书 你是不是也被FOMO迷惑了 先冷静一下 虽然中国股市上涨了 但这可能只是短暂的疯狂 你还记得荷兰玉金箱狂热吗 价格飞涨 然后突然崩盘 这就是FOMO的经典案例 投资应该小心为上 别被表面上的快速增长迷惑 谢奇奇说到荷兰玉金箱 那可是三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可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数据和分析的时代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经济问题 比如扩大财政赤字和解决当地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可不仅仅是投资者的幻觉 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举措支持的 楚天书 您也得想想这些举措需要时间来发酵 中国的立法程序可不是说变就变 这还得等到全国人大开会批准预算变动 而且 政府的刺激计划可能还不如市场预期 这就像期待一场盛宴 结果上来的只是几盘小菜 当然啦 你可以赌一把 但赌注可不小 谢琪琪 我承认这是一场长跑 不是一场白米冲刺 无论如何 市场已经反映了对政策改变的信心 毕竟股市是经济的预测者 而不是追随者 尽管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这正是投资的魅力所在 正如索罗斯所说 市场会在不确定中寻找机会 楚天书 投资的确是关于机会 但不应该是盲目跟风 中国市场的热度可能让人兴奋 但别忘了 过去几年里的政策波动和外部挑战依然存在 不过 我祝你好运 希望你能从中把握到真正的机遇 而不是梦想中的泡沫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辩论 展现了当前中国股市的不同看法 两位辩手都以鲜明的观点和理论支持自己的立场 在这次辩论中 我们看到楚天书对中国股市的乐观预期 认为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回暖 是一个黄金买入的信号 而谢琪琪则谨慎地提醒大家 当前的上涨可能只是短暂的表现 并提出以往的投资叫训来警示投资者 楚天书的发言充满自信 将经济的复苏与政府的努力相结合 强调是产信心的回升 他利用比喻将股市的变化形象化 使得听众容易理解他所想表达的概念 然而他的观点过于乐观 忽视了市场波动性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投资市场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政府政策 还包括国际形势 资本流动和投资者情绪等多重因素 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谢琪琪的反驳则显得更加理性和谨慎 他运用历史案例来说明 FORNO 害怕错过的危险 并提醒投资者在追求利益时 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他提到的荷兰玉金香狂热 恰好揭示了盲目追涨的风险 并且指出中国的经济政策需要时间来验证 这无疑是对楚天书观点的有利质疑 谢琪琪的态度不仅是对楚天书的反驳 更是一重对于投资理性的坚持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揭示了市场的两个侧面 一方面是对于政策利好和市场回暖的期待 另一方面是对于市场过热的警惕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中乐观与谨慎之间的微妙平衡 最终我认为投资者在面对当前行事实 应该既要拥有对未来的信心 也要保持警惕 避免盲目跟风 以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找到真正的机遇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 seats compression 械子们准备 찾钢制作者 鼓舞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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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